看我们这边现在山的雪有什么大的 我们今天来上山了 今天现在雪太大了 开着四轮去了上来的 走到快好走 这雪太厚了 你看我们这 一招又得开大四轮的 来的 要走真走不起 有吗 我们今天来上山 不是来踩东西 来看山 大家一定很意外 什么是看山 我的视频接下往下看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时候上山呢 冷到这不冷 就是雪太厚了 你看 都炫到我大腿根了 太深了 太累了 那也得往上上 哭咚咕咚的 走到这 看到了杨树三皇 真累了 外边黄 这边还有一块 就是接得太少了 在我们邻居生活 好多都会上树的 但是上树属于一个危险动作 千万不要模仿 你看我爸在这拽这个脚扎的绳呢 主要靠这个绳来固定啊 所以一定要绑结实了 但是安全一定要第一 慢点啊 千万慢点 上树有危险 请勿模仿 必须得拔住了 安全第一啊 别着急 慢慢的 这个大红树木车30米高左右吧 并且大广杆子了 30多米高的树 看这个树这么高 它都是大光杆啊 也没有树岔子 只有到树架上才有树岔 所以这时候上树特别不好的上 因为手没有扶着的地方 但是不会上的 千万别模仿 安全是第一的 只刚走了一半 今天主要来就看这个松树啊 红松树 就是专门接松塔的 咱们是那种干果果仁 就是从这个树上长下来的啊 但是得秋后才能看到 现在都是小塔 但是看到这个标了吗 这个就是定的标 就是说证明有多少棵树 这都是给树挂上牌的 这都已经合格的了 还没上到顶呢 慢点上 我们邻居啊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看山上的红松树 想包点塔 包点山 到时候到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能打点松塔 能稍微小收入一笔啊 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指这个 家没有地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要看看我们这片山 大概有多少棵树 能出多少塔 就是大概预计一下 看看我们花多少钱 包下来之后 到底能不能挣钱 所以今天主要就来看这个 你看我爸现在不就上树了吗 看看塔接的厚不厚 也就是今年秋后的塔 现在的塔都已经这么大了 到秋后可能就会长到收长这么大 就成熟了 就可以打了 下来了 今天风有点大哦 上处不得好上 我们现在已经围着这个山 看到了这个山顶上啊 在我们这边山上有一个说法啊 三年一小收 五年一大收啊 我们都是看这个说法来看的 所以就是说总体来说 看这个今年的塔接的还算可以 不是说是特别特别的厚 但是还算可以 磕磕树都有 就是多少说话 那咱上下边这个半部 咱去看一看 因为毕竟 小账手这批钱呢 就得去投资 投资也不是小数目 所以就是说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妥手拿 准稳 但是这个山的总体来说呢 还算是可以的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大概呢 我们已经看了一遍 这一片山呢 五千多棵树 二百多公斤 就是心里的 大概已经树已经有了 塔呢接的还算一般吧 不算说特别的厚 但是也可以的 所以我们要下山了 回家商量一下 和我哥 我们商量商量 看看怎么样 有没有账算 但是呢 这个前提工作 咱已经得做好 不管干什么 要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个脚印 因为你看好的这边山 也有很多人在看好 所以说到最后呢 能不能我们能包下来 我们能不能买下来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呢 你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去争取 不管做什么事情呢 你一定要付出 一定要去争取的 你不争取 不可能说盲目的去买 对不对 因为毕竟是干一番事业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见 我们回家了 拜拜 想吃松子的啊 秋后 吃松子 哈哈